本院委员郑立文林洪池等24人 有鉴于太平洋为全球七成铭鱼的来源地 铭鱼又是高经济价值与生态链顶端的物种 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自1960年代起 北太平洋长崎崎崎、太平洋大墓崎、东太平洋及中西太平洋黄崎崎的数量都仅剩下不到预期数量的一半 大墓崎崎目前已被列入濒临危险的物种 红皮书内 若按照现在的捕捞量 中西太平洋的黄崎崎和大墓鱼鱼群将可能在三至五年内瓦解 台湾拥有大型鱼业船队 但却因远洋鱼业经营策略与法令的不足无法有效的管理鱼业的发展 致台湾履遭国际社会指控过度的拓展鱼船之鱼捞量 为确保海洋资源永续的经营 原提案要求鱼业主管机关应该严格的查查取缔非法捕鱼活动 采取积极措施缩鱼捞量以符合国际水准 并加强教育宣导民众海洋鱼类资源保育的观念 逼利海洋生态平衡之维护是否有大 谢谢大家